臺世大二零一三年起 由民族音樂所的師生 帶著轉入一九六七年 民歌採集運動的錄音帶 回到部落 翻譯歌詞 尋找歌者 研究分析 而至今公開了兩百六十首的歌謠 校方今天發表了第七 和第八章的專輯 有悲男族的孩子 跟著曾祖父的錄音 學唱部落鼓搖 找到母語文化附贈之路 演唱悲男族歌謠 我們去放牛吧 資本國小五年級的高鼎君 毫不卻唱中氣十足 這首講述青少年到牧牛領域 和其他牧牛朋友遙望 大聲對唱的傳統歌謠 五十七年前 就是由高鼎君的曾祖父所唱 根本在學校練習 然後老師就會給我曾祖父的歌 然後我就會去聽 因為我發音不正確的時候 去學他的唱腔轉音 世代傳承的實現 從臺師到二零一三年起 轉入一九六七年 民歌採集運動錄音帶出現契機 民族音樂所師生帶回部落 翻譯歌詞 尋找歌者 研究分析 並從二零二零年開始出版 至今公開兩百六十首歌謠 最新出版牡丹排灣族 以及悲男族 尤其悲男族專輯包含了五個部落 其實同一首歌 然後都會不一樣的旋律 跟不太一樣的尾音跟歌詞 各個部落的個性就很明顯 在歌謠裡面的旋律會出現 我們學習到的是另外一些歌 可是這些是遺失的 那之後有出版之後 那有一個教科書在 讓我們可以記錄起來 然後這樣一起去學習 出席發表會的年輕歌者們說 透過音檔和音樂素材分析 更理解以前長輩唱法語生活經驗 在小學任教的原住民老師說 這一代的母語斷層和流失嚴重 歌謠的找回 幫助孩子找到和母體文化 和母語連結最快的一條路 記者林曉惠沈志明台北報導